你是谁啊 聊两句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就任令苏北抄袭 你有什么证据 我哪有什么证据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总不会都撒谎吧 那你会撒谎吗 我有什么理由撒谎 坐收渔翁之力 这理由够充分吧 不过 这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 不太好消化呀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设计界的新星 放下前途无量的大好前程 来开餐馆呢 如果你不是爱吃饭的 请你离开 或许有时候 一句话对你来说没什么 但对其他人来说 可以救命 来 来 又辣 还辣辣 肯定是菜的问题啊 经理 经理呢 来了来了 不是 这位先生 咱有什么事吗 你说怎么回事 我媳妇吃了你们家的饭菜 都拉肚子了 肯定是菜有问题啊 不是不是 这不可能 我们这菜啊 都是天然有机无公害食品 这肉都是上午刚进的 不可能 人都成这样了 你还敢狡辩 不是不是 先生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个误会啊 那个 我们店里面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走 咱们去派出所 去派出所 去派出所 不许先生 你听我说 就要不聊一下 闹事的人是你找来的 你这回了解百口莫辩的滋味不好受了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知道我经营这餐馆多不容易吗 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餐馆上 就因为我不给你作证 你就毁了他 那苏北呢 苏北的设计师梦被你们毁了 背着骂名一个人在外打拼七年 你觉得容易吗 我跟苏北不熟 好 你跟苏北不熟 情有可原 但赵蕊呢 你们不是师出同门吗 不会不熟吧 七年前 你要是说出实情 今天 射击界就会多出三个很优秀的设计师 赵蕊也不会死 但因为你的自私自利 导致你们三个人 你别说了 我没想到赵蕊会自杀 我早知道这样 我当初就不会隐瞒 赵蕊的死已经无法挽回 现在说再多也没有用 但是 如果你不想重蹈覆辙 想要密布你七年前的错误的话 你现在还有机会 你应该站出来说出实情 七年前 抄袭事件发生之后 苏北不得不放弃他的设计师梦 现在 好不容易重拾起来这个梦想 又发生这件事情 一刻错误 两次打击 苏北的绝望 绝对不会少于当年的赵蕊 给我点时间 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就在明天 希望你到时候可以出席 希望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苏宇凌 苏宇凌 我有话要问你 关于七年前的事情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不用找她了 不行 她一定知道点什么 赵蕊那么好的一个姑娘 你就让她死得不明不白的 你难道内心都不愧疚吗 苏北 我不说这些事情交给我处理吗 你不相信吗 对不起啊 毕竟我是当事人 我 有本事就别让别人有机可乘 不然就乖乖待在我后面 我保护你 相信我 启枫的日子 学会依风起雨 落雨的时候 学会为自己撑一把伞 但生活有望穿秋水的期待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你什么时候 还学会灌星陵鸡汤了 看这么宽阔的大海 听这么极有道理的话 是不是觉得 瞬间通透了不少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啊 甜蜜的负担 我喜欢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身体没有那么脆弱 我喜欢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身体没有那么脆弱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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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